推广尊重智慧财产权的基本观念 智慧财产局27号选在人潮众多的 台北市信义区相提广场 举行智慧财产权嘉年华 透过闯关游戏及亲子互动 希望让社会大众建立智慧财产权的相关知识 就想让他们了解一下智慧权是什么东西 当你有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要能够有政府的保障能够保护它 像我们还有很多演出品的朋友们 可能自己在作者作曲 那不小心你可能在任何的平台上 你都会去push 可是变成这个之后是别人的歌了 那这个权益是我如何去要求 或是我要去什么去征求我自己的权利 智慧财产局长提到 民众最常在上网时 无意间就触犯了他人的智慧财产权 像是下载歌曲 影片 或是任意转贴未经原创者授权的创作 一旦违法将一著作权法给予罚者 最多的大概就是可能 例如说你上网去 就是你去上载一些盗版的电影 没有经过人家同意 然后或是听一些歌曲 从网路上去download 或是upload这个部分 那我们是比较呼吁大家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权利人的同意 原则上是不可以去给人家 upload或download这些 人家的著作的一个作品 智慧财产局提到 如果原创者发现 自己的创作遭到他人侵权 例如在网路上遭人盗用 可以向提供网路服务的业者 提出将相关档案下架的要求 来确保创作结晶不受盗用 原则新闻 那么大陆台北市采访报导